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9日星期天 秦刚出了问题 秦刚是中共的外交部长 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那么最近是没有露面了 他是6月25日最后露面 到现在过去了两个星期没有露面 其中有两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一个就是欧盟的副主席负责跟人权政策方面的高级代表 伯雷利本来要率领代表团7月初访问北京 但中方没有做任何解释 突然取消了这次访问 当时根据国防报道显示 因为伯雷利欧盟代表团要去谈人权问题 还有乌克兰战争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可能跟中共针锋相对 对中共非常不利 也许中共就是非常任意的取消了访问 没做任何解释 但是随后仔细观察发现 伯雷利去了的时候主要的谈判对象会是中共的外交部长秦刚 后来根据美国一些媒体报道 说伯雷利代表团的访程被取消是跟秦刚生病有关 也就是说第一种可能就是秦刚生病了 病倒了 当时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面对记者有这个提问 问了秦刚去哪里了 或者说听说秦刚生病了 是否如此 汪文斌的回答是说没有听说这方面的情况 然后记者也问 说欧盟代表伯雷利代表团的访问被取消 是否跟秦刚的情况相关 然后汪文斌扰了过去 只回答一句 说中方欢迎任何时候欧盟的代表伯雷利来中国访问 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时候就绕过去了 但是关于回答秦刚这一段 中共外交部的汪文斌明明有回答 但是对于搞大内宣的时候 中文字版却把他这一段删除了 也就是说避开了跟秦刚相关的这一段 这就让人觉得其中很有文章 那么是不是秦刚病了 这一种可能 最近说6月份北京是新冠疫情的复燃 大瘟疫又来了 说比5月份的死亡率和感染率都提高 很多医院又在吃紧 但中共不对外报道 那么说秦刚是否染病了 染了新冠 卧病不起也有可能 但秦刚在中共内部算是最年轻的官员之一 他是1966年出生的 现在57岁 谈不上什么60多70 所以如果说他得一个什么新冠 得一个这一病 应该不是一个大事 看上去健康也还正常的样子 当然天有不测风雨 人有旦夕俘获 所以生病这个说法也不能排除 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 但是进一步看的话 可能问题还不简单 那不仅是欧盟高级代表伯雷利去的时候秦刚没现身 现在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去了中国 秦刚也没有现身 可能有人认为叶伦去了中国 是谈财经财务的 所以秦刚不必要露面 但事实上叶伦跟广泛的官员接触 首先他在出发前会见了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 这说明跟外交相关 再一个他在访问中和访问前说到他的行程和内容的时候不仅是财经方面 而且提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权原则 就连人权都会谈 而叶伦去了之后跟很多官员见了面 比如说跟总理李强 跟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的何立峰 还有就是即将卸任的央行行长易刚 甚至纠连刚刚结任了中央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预定要接替易刚担任中央人民银行行长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央行行长的潘弓胜都见了面 见面的范围很广泛 说明如果秦刚没有出状况的话 叶伦日程上肯定应该见秦刚 只不过不像欧盟高级代表说主要谈判对象是秦刚 如果秦刚病倒或者出了状况的话就不方便 就只好取消行程 叶伦在行程上少了一个秦刚 相关的行程会继续进行 不过说到叶伦这里查一句 叶伦到了北京之后 首先见到的官员是让人大吃一惊 甚至谈不上官员 是已经卸任的官员平民普通人一个 刘鹤以前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 刘鹤是红二代太子党人物之一 说是跟习近平少数信任的亲信心腹 但是这回叶伦首先见的是刘鹤 然后才见了中方其他官员 这说明习近平都认为中美关系到了最危机的时候 而他里面发人可用 无人可用 那么现在的官员更对美国事物也不熟悉 说不得过临时启用了刘鹤 现在习近平掌政不按规矩出牌 前段时间就说开高层会议 跟经贸 跟财经 跟中美关系相关的 就突然把刘鹤沿到高层会议中 而刘鹤什么身份都没有 既不是政治局委员 也不是副总理 连一个普通的后部中央委员都不是 就是普通人一个居然出席高层会议 那这回叶伦来了也是跟刘鹤见面 那么中共想向美方表示是好 是善意 希望熟悉美国跟美国曾经谈判的刘鹤 能够给美国带来好印象 似乎想说明虽然李克强 望仰他们 团派走人了 但是过去想跟美国和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大概这个意思 那有人就问道 说刘鹤既然这么重要 为什么习近平没把他留下 留在二十大继续当官呢 那就是因为我提到过 刘鹤在前两年的时候 跟习近平和王沪宁发生了一次尖锐的冲突 那次冲突就是 尽管他是习派人物 但是他反对文革复辟 而习近平和王沪宁有一次几乎就搞到文革打算全面复辟 已经委托了一个文人写文章 说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扫荡教培行业 扫荡互联网 扫荡什么高科技平台 扫荡影视界等等 那么就预示着一场暗示新文革的到来 当时刘鹤就把他的就文 痛批文革的就文拿出来 在网上广为流传 说这时跟习近平产生了矛盾 就是习近平和王沪宁想搞文革 但是刘鹤却挺身而出 反搞文革 所以这就是埋下了两人分裂的种子 之后刘鹤虽然比其他留任的人都年轻一点 比如说比张又祥更年轻一点 也就70来岁 按照张又祥73岁都可以留任 王毅70岁都可以留任 刘鹤完全可以留任 但习近平对他不放心 觉得他有改革派的思维 反文革的思维 因此必须走人 但现在突然没人了 发人可用 没人可用 就跟王莽新潮一样 没人可用 所以把刘鹤临死拿来凑数 这是一个插曲 关于叶伦访问中国的插曲 叶伦连退休的官员都要会见 怎么会不会见外交部长秦刚呢 这就准备秦刚的确出问题了 生病只是原因之一 要观察一下秦刚是不是接着就会出来 又马上有很多的外事活动 秦刚做外交部长是非常忙的 比如6月25号最后路面的时候 还会见了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俄罗斯当时的副外长 斯里兰卡的外交部长 越南的外交部长等等 非常忙 但6月25号家人而止 就没有再出现 接下来有很多活动 看到出不出现 一个是东盟要举行一个年度的东盟外长论台 通常会邀请亚洲周边大国出席 比如中国 日本 韩国的外交部长都会出席 来看看秦刚会不会亮相 另外 最近有所罗门总理来中国访问 除了要跟李强 习近平这些见面之外 按照常规会跟秦刚见面 或者秦刚出席做陪 所以这条观察秦刚就会露不露面 如果秦刚再不露面的话 那就可能不是健康问题了 如果新冠的话 你就熬一个七天 最终两个礼拜就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出现 那就从另外两个角度来分析 那就是外交系统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 秦刚虽然外界有人也认为是习近平的人 习近平的人全部都给贴上战狼的标签 但也不见得 秦刚相对说来 他首先派得住美国大使 然后回去了当外交部长 国务委员 升得很快 连升三级 显示习近平对他的重视 但是他的做派相对又想改善中美关系 就不那么战狼 比较放松 所以就跟其他人发出了矛盾 比如赵立坚搞战狼表演 偷着落 秦刚向习近平告证了 觉得妨碍他的工作 赵立坚就被打发了 打发了边境 去当个什么副市长 去大清国借卑去查油漆 发边关了 他老婆说荣辱不惊 也就受辱了 另外一个驻法国大使卢沙也 杀野了 大喊不承认前苏联国家的主权 说没有国际法 没有国际法可依 没有国际条约等等 卢沙也 最后也被代替 回到国内 这些都让秦刚身为不满 所以如果在这些矛盾中 如果习近平站到秦刚一边 有可能秦刚比他们高 但是现在的可能性是秦刚如果跟王毅发生了冲突 那习近平就不好办了 王毅最近是越来越斗争 越来越战狼 而且表现的简直离谱 就像前几天在一个中日韩论坛上 他居然当做韩国代表 日本代表 公开说了那句话 什么中日韩 什么欧美 有人搞不清欧美 搞不清中日韩 说你把头发染得再黄 鼻子羞得再尖 也变不成西方人 要自己知道的根在哪 好像中日韩有同样的根 且不说他这个话是自相矛盾 因为中共把列宁庄穿得再正 把头发染得再灰 或者是鼻子羞得再尖 你变不成了俄罗斯人 变不成苏联人 也变不成马列 你胡子留在大 胡子留在大 变不成马克思 你再搞一些样板 你变不成恩格斯 变不成德国人和我国人 你的根在黄河 长江流域搞清楚 他本来的话是反腐 但他这个话非常出格 出格就代表种族主义言论 而且是非常强势 不仅是没有把中韩 韩国 日本拉近 反而是把韩国 日本推得更远 因为本来韩国 日本就是跟美国结盟 是以民主价值为根 跟美国结盟 跟文明世界结盟 跟中共是越渐行渐远 越行越远 而且是几乎成了敌国 王毅不是用一种友好的或者有说服力的逻辑的说法 来缓和中日关系 中韩关系 而是用一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去说这个话 而王毅本身懂日语 足够驻日本大使 他应该知道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就这么宣传了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大东亚共荣圈 什么跟在东亚欧美人出去 域外势力滚出去 这不是白人的天下等等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论 但是王毅却重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论 犯了很多的大忌 一连串的大忌 一个对欧美国际社会来讲是种族主义言论 对日本来说是军国主义的禁忌 而对韩国来说那就是更加可以说是 对韩国来说是决得意有所知 因为韩国是由整容行业著称 整容行业著称就是说很多女性都会修眼睛 整容 这是韩国很著名的 而全世界都向韩国学整容术 这个染头发 韩国人也染 日本人也染头发 韩国的整容有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现任的总统尹在习 她的夫人就是染 整形最成功的 看上去像个妙龄少女 其实五十多岁了 说她是在五十岁左右还整了心 非常成功 完全看不出是五六十这个年龄 五十多这个年龄 显得就是最多三十来岁 要么就是二十多岁这个年龄 非常的漂亮 说到了国外去访问 给人感觉就是围观的对象 韩国总统的风头都被夫人抢进了 说韩国第一夫人就是以整容成为大美人而著称 王毅这句话 人家就理解的是你针对谁啊 你不仅是针对日本人 韩国人吧 你或者针对了韩国总统 针对了韩国总统的夫人吗 这就严重的失礼了 严重的外交失分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只能让中韩关系 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恶化到底 所以由于这个事情 极可能秦刚就跟王毅发生了冲突 秦刚就认为王毅说话不恰当 做得不对 给他外交工作带来压力 本来要改善关系 却让关系越来越坏 而外交部本来分派系 历来就告状之风 像王毅跟杨洁篪以前就互相告状 两个派系 王毅代表北京的外交学院派系 而杨洁篪是上海外学院读过 代表上外派系 两派斗争 斗争的结果就告状 王毅就告状杨洁篪 说杨洁篪工作期间看黄片 在工作时间办公室里看西方的色情片 而杨洁篪就告状王毅说他的学历是假的 说在北京的外交学院的在职研究生学历是假的 不可能等等 说闹得不可开交 现在王毅如果跟秦刚打起来要告状的话 那习近平究竟听谁的呢 是比较难办 按道理 秦刚更是亲信心腹 但王毅资格更老 是外交一把手 所以习近平就很不好办了 所以如果是调节不下的话 就可能有一个人要暂停工作或者停止 但是第三种可能性恐怕就不只是王毅跟秦刚之间发生了矛盾 还有可能是秦刚跟习近平之间发生了矛盾 可能秦刚的找习近平抱怨 认为现在的外交工作一方面要他去改善中美关系跟西方的关系 但是又要马儿跑得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 各种强硬的声音不断出来 各种强硬的手段不断的出台 包括什么反间谛法 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法 对外资外企不利 对外关系也不利 然后又是跟布林肯搞出一副帝王派头 也得罪了布林肯等等 如果这些是秦刚发牢骚 向习近平表示发牢骚 认为这个方向不对或者不利于工作的话 可能就引起习近平雷霆大陆拍案而起 秦刚你好大胆 我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居然敢妄议 居然敢不知尽畏 那么就可能嫌秦刚不够斗争 不够战狼 你还不如王毅 或者说你还不如赵立坚 可能一路之下 根据习近平这个性格 喜笑无常 再加上任意施政 任意的用人 一个非二十大代表可以提为政治局委员 像何卫东当军委副主席 一个退休的官员 平民一个可以处理高层会议 刘鹤 那么随时要把一个人炒掉也完全有可能 就摆出一副老板架势 所以如果突然下令让秦刚停止 到此为止 完全有可能 这也符合习近平的脾气 反正是人质不是法质 由他说了算 既然把李克强 汪洋这些团派都派出局了 把胡春华都降级了 甚至敢把前总书记胡锦涛当场驾立 那还有什么我不敢的呢 我把外交部长当场革职 当即下令停止又如何呢 所以习近平做得出来 所以秦刚出事还得看 这三种可能性是哪一种 是病倒还是跟王毅发生了冲突 还是说跟习近平直接发生了顶撞 引起习近平勃然大怒 然后停止 还要观看 最后补充一下 关于叶伦访华 访问中国 还有一个小插曲 叶伦到了中国之后 两个小插曲 一个是下机场 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很碰巧 中共财政部的经济师师长姓杨就指给他看 说握手20秒专门指给他彩虹看 好像是中美关系希望看到彩虹 或者有好灶头 好极头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第二个握手也给他指 天上彩虹 表示可能急躁 一般都是大急之躁 一般都是寒暄 礼貌的时候可以说的话 叶伦也不断的脸头 面带微笑 之后李强跟叶伦会见的时候 也利用彩虹来说话 说中美关系风雨过后能够见到彩虹 但是中共内部有另一种解释 有些强硬派 这些民族主义者 毛派或者极左派的解释 说天上出现一道彩虹 是中方给美国一道颜色看 先给你颜色看看 再说 这道彩虹是急躁还是凶躁还很难说 另外一个插曲 就是叶伦到了北京 作为一个美国的财政部长高级官员 是到街上叫做下馆子一般的吃饭 就选中了一个云南餐厅 叫一坐一望 坐下的坐 望即的望 花费了很少的钱 吃了一餐 然后其他的随行人员都挤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按中共来讲 中国来讲很寒秤 很没钱 很小气 连一般的中国中产阶级 大家能吃个饭 花的钱都不如 但是在美国那边 那就是标准做法 不会大吃大喝 也不会在乎那种什么国宴 工作餐什么的 工作餐美国也很简单 三明治 汉堡包等等 这就提到美国的官员标准 美国的官员标准像叶伦这个级别 他如果去北京 他一天的火事费的花费不能超过138美元 如果去南京的话不能超过70美元 这物价不同 如果去意大利罗马 你一天不能超过132美元 这就是美国这些部级官员的标准 非常的朴素 那因为美国这边物价上涨 很多人吃饭 如果真要在三餐都在外面吃的话 很容易就达到100多块钱 但是一个部长在北京 你三餐都在外面吃 你的标准不能超过100多元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民主国家 结简民选的官员 为人民服务 绝不浪费工币 也容不得你浪费任何工币 但是专制政权像中国西朝鲜或者北朝鲜平壤 这些那是知意的会合 随意的浪费 大抄大败 奢侈豪华 就跟西安盛宴都中亚五国来 但是豪华的程度无法比拟 连当年的隋阳帝都相性失色 或者接待金针光一平矮焦茅台 128万人民币 128万人民币 还比较大排场的那种宴会 浩子不知道 不能说是几十万 那都是百万千万来计算的 那恐怕都还不止 所以这就是民主和专制的对照 民主大国美国和专制大国中国的对照 叶伦北京之行也给中国人上一课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谢谢大家